嘿唷 老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條頓對上高免的對決 這場比賽是TheMax對上ST4RK 他有在去上面直播 這個就是他的直播網址 所以我們幫他打廣告一下 因為他也是滿場在高端天梯裡面 常常出沒的一個玩家 他打的場次我看起來是滿多的啦 因為我一天大概都會開二三十場比賽 他的比賽就看了不少 他的實力也是滿高端的 也有他一些獨特的想法 好 那我們先來講條頓的一些主要能力 條頓的話農田 從一開始就有農田的減免費用 是減了40% 減了非常多 就代表你在Hand世代跟Print世代撒田的話 就有一定的優勢戰 然後可以更快的上到城堡世代 好 再來就是 駐紮的話是雙倍駐紮 非常非常多 再來就是他的進戰單位 騎兵跟步兵的進防 都有那個一防的一個加成 那到電龍時代的話總是加二防 那你到跟別的騎兵比的話 那你的騎兵互勞的情況 通常都會有個優勢在 而且你的農田或便宜的情況下 那你的騎兵就可以再造得更多一點 那自然的比別人的騎兵量就會多了 而且防禦也比較強 所以通常騎兵互高的情況下是不太會輸的 而且條盾啊這個文明啊 他比較慘啊是有遊俠的 但是他沒有跑速 所以他會有個問題 雖然你很大量但是很容易被風箏 而且很容易被擊兵戳爛 所以這個條盾主要的控兵是個問題 因為通常你沒控好就會損失慘重 好那來講一下他的銀罐 他的銀罐是鋼鐵夾 工程器有那個加三的防禦力 不知道是加三加四 忘記加多少 反正是有外的防禦 那其實這個能力 我覺得不如小補啦 而且充車加上去之後防禦也蠻高的 只是有點小可惜喔 因為我記得他是沒有大充車的 所以他充車即時防禦提升一點點 並沒有太大的一個 加成啊我覺得 因為畢竟充車 沒有大充車的話 那個效果還是差了一點 好那我們來講一下高免吧 高免的話他有 異次元農田 這個能力非常非常的猛 他這個異次元農田 就是你的農田聰明 不用回到TC或是模仿去放肉 那你只要一直種田的話 那個肉就會一直跳一直跳跳 就像你一雞那樣子 但是這樣跳的速度比一雞快了好幾倍 非常的猛 再來就是他的毛相符 移動速度有加10% 甚至移動速度最快馬相符的一個文明 好再來就是 他還不用蓋兵工廠或市集 或是馬舊 射箭廠這類單位 不是單位 建築物 就可以直接下 下到城堡時代 那上電王時代也是 不用蓋上修道院或是大學 或工程製造所或城堡 就可以直接上到地龍時代 雖然是你在搶時代文明的時候 是一個樹上文明的一個選擇 但我常常玩高明就是還是會蓋 因為避免自己忘記蓋那些建築 然後導致自己 一些 科技沒有研發 或是買賣突然忘記蓋市集之類的 這些尷尬的時刻 所以我個人還是習慣會蓋 但是一些高什麼都不會不蓋 他們都會不蓋 然後直接偷 偷先點那個時代升級 然後再去補 算是蠻一個高端的玩法 好 再來就是 最特別的能力是 他的村民可以躲在房子裡面 從以前 十幾年前玩世紀帝國 我就覺得 為什麼世紀帝國村民不能躲到這個 這個 這個房子裡面就覺得很奇怪 房子不是拿來給人家住的嗎 對不對 結果高明就實現了我兒時的夢想 他是全文明裡面唯一可以把 臭文明放到房子裡面的 算是一個 蠻重點的一個 能力喔 因為這個能力 在一些 特殊的比賽圖裡面 算是蠻關鍵的 因為很多圖都很開闊嘛 像比賽圖都開過第一期 所以導致你 你要回到TC裡防守 或者是要圍死 會比較困難一點 那這時候你只要在 採集點附近蓋個房子 基本上就有一個安全點 但是你還是要出兵去防守 去救援你的村民就死了 所以就是 高明算是一個 比賽圖很常出現的一個文明 讓你在前期中期 比較有一個安全的一個 選擇逃跑的位置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 他的單位喔 奴炮相 那奴炮相的話 算是馬工單位喔 那他算是一個 大象奴炮單位喔 那他的貫穿能力 是有的 但是我覺得不太強 要非常大量才能打出他的傷害喔 好 那再來就是他的金罐 奴炮跟奴炮相 是可以有雙倍的發射量 是可以有雙倍的發射量 直接雙倍傷害喔 這邊會進來嗎 有機會喔 這個隨便靠一下殘血的就進來了耶 唉唷哇 直接修進來 唉唷 唉唷 那這個奴炮相喔 其實他最大問題是射程短 雖然威力打起來 真的被踢到的時候會很痛 但是就是 造價也是蠻貴的 所以用的人其實並不多 那主要打高敏的話 也是會打騎兵喔 重裝或是大象 然後再搭配一些戰矛啊 或是公兵之類的喔 去打這個 因為畢竟高敏是有強弩的 而且射程也是全滿的 但確定就是沒有拇指環 所以大部分 還是會去打強弩跟那個 騎士喔 所以大象部分比較會少出 看一下這邊 這邊應該是打不進來喔 好那這邊 ST4RK 已經用棒棒去拖延時間了 讓自己家裡圍起來 哇他圍一個最彈心 直接圍大圍死喔 那這邊刺頭過來的時候 看到已經全部都圍好了 有點傻眼貓咪 大家看三小 就讓人都圍好了 那家裡被尻 那這邊繼續也再輸出 想打出一個洞來 但是不知左邊其實還是有洞 但是這邊 MX想要趕快努力主要 趕快進攻喔 欸他們這裡都很偷欸 都沒有想要蓋房子喔 都是叫村民修一下而已 那如果他這樣修的話 就代表他村民就只能被鎖在這裡 如果是我的話 我修完之後就開始上第二層木牆了 開始或是直接蓋房子 不然一直拿到村民在那邊修 好像也不是辦法 好 好那這邊 條頓終於上到了封建時代 那他這邊是打個黑跳城喔 那這個打法會有個問題 很容易跳不上去 這邊還是先下一個射箭場 避免 如果高門這邊出弓兵的話 他就會直接BBQ了 而且很容易會到陳毛時代前 然後就被 打爆 很容易跳城跳失敗 因為如果被打塔弓的話 會被瞬間秒殺喔 欸那這邊確實要打塔弓了嗎 看起來拉村民是要這樣做 好 那這邊棒棒過來 看到在挖金礦會打一波嗎 欸呀沒賭到 尷尬 直接村民 欸這幹嘛 欸 欸 他低木牆低到哪就啊 哈哈哈哈哈哈 呃 呃 呃 ST4RK 看到這個畫面應該笑了吧 好 這邊用棒棒想要卡聰明 但是沒卡到 唉唷 差點死一村 好危險 好這邊最後還是下一個劍塔 那這邊有下劍塔的話 就可以順利的 進攻條盾加力 在這邊條盾已經點下城堡十代 然後那他這邊點下的話 實際還算不錯 應該是 能安然無恙的上到這個城堡 還可以做進一步的防守 這應該是沒太大問題 因為這邊 來插劍塔的時機相對晚了一點 晚了大概一兩分鐘以上有了 那如果他這樣搞的話 應該一上封建就要來搞 而不是 到了 封建一半才來搞 好 有點這樣讓對方上到城堡十代機率太高了 可能是右邊這裡被拖到一點時間 然後左邊這邊有響尾 所以導致他這邊 上封建進攻的時間比較晚 好那但是 加力早就已經有所防備了 基本上沒什麼太大問題 應該是打破壞到什麼東西 只有這裡有可能而已 但是這邊有 斗力在這邊等了 應該不太可能直接直擊心臟 好 然後這邊棒棒直接被圍了起來 笑死 眷養棒棒啊 棒棒直接無情開打這個採礦錠 然後這邊出一隻小弓應該可以萬解 好那這邊加速一下 應該是沒什麼可以看 好這邊直接再插一個劍塔在後面 事後在後面防守 好那這邊應該會直接出騎兵喔 那我們剛剛提到條盾騎兵近戰防禦很高的 好那這邊設十一村 好那這邊設十一村 賺到了 好條盾目前 小優 然後直接這邊斗力過來直接戳這個料王塔 好那但是對手拉了所有的村在 這個劍塔裡面 好想要來 好想要來 反殺 但是蠟村有點多 但沒有關係 好直接射掉 好那家裡巨洋的棒棒也全部射光了 好那家裡巨洋的棒棒也全部射光了 這邊這個劍塔可以打到東西 看正面喔 正面這邊補下了房子 欸這邊居然還沒有要打騎兵嗎 這也是要打工兵喔 欸怪怪的怪怪的 這個黑跳城跳上去 卻沒有打騎兵喔 然後工兵也沒有前置到對方家 變身也沒有打一個城堡變身 timing 導致他這波黑跳城的殺傷力 並沒有如期的這麼強 這時候你才想到出去弄對方就對了 呵呵 家裡被弄到不可開交 終究還是要出去的 不然這個黑跳城就沒意義了 黑跳城最大核心打法就是 你變身那一段時間喔 就打出城堡的威設力 不能在家裡一直在防守 那你這樣黑跳城就沒有太大意義了 好 這邊也都在繞圈圈而已 這邊再加速一下 公兵過來 有劍塔 劍塔直接被射歪 但是這邊有點危險喔 這邊再不趕快賭的話 會出事喔 這裡好個洞 再繼續賭 好 這一村會不會頂到呢 這邊看到血量少的房子 但是已經上了傳寶時代 好 那這邊兵直接回救 毛兵也在這裡 直接不打了 那這邊上了傳寶時代之後 點下了戰毛兵升級 二級盤木點下 那左邊條盾點下了一級農田 點的時機算比較晚喔 好 騎兵直接過來硬打 還有加戰毛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這邊最好是等一防好了再上喔 不然這騎兵被射很痛 但是沒有在射騎兵 欸有在射了在射 哇等裝甲好之前就先上啦 好了之後騎兵也倒了 尷尬 那你這樣打得贏嗎 好像還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嚇死我 還以為打不贏 原來這個奴兵數量沒有很多 剛擠在一起我以為超多的 其實沒有 大概只有十二隻左右 並不多 那這邊戰毛 大概使用了七八隻的量 順利收掉這些奴兵 這邊打出一個洞來 要不要再拿個村民來補箱 看一下前線 前線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這邊補下一個TC 但這個TC有點尷尬 這邊村民來玩 伐木的時候會被射到 找個機會來處理一下這個箭塔比較好 這個騎兵 哇又被射到殘血 好這邊應該是TC吧 沒意外的話 對外面蓋個TC會比較好 那來看一下這邊 這邊再加速一下好了 兩邊都是小打小 然後並沒有一個要 主要開弄的一個想法在 主要兩邊都是想要開弄 都是3TC開局 那村民處相是52吋對上50吋 好的這邊嘗試進攻 但我覺得不太會有一個 什麼比較大的一個戰鬼 欸這個 生日老頭 直接下去 這個遺跡倒地 好 好戰毛 直接想要藍鷹打這個奴兵 還是要打左邊破口嗎 但是已經毒死了 所以這邊破口藍鷹 應該也打爆東西 好 那這邊點下了 林鎧甲跟瓶種 那兩邊二級射都點好了 但是條盾 但是條盾 條盾這樣打的話 就有點麻煩 好戰毛 要送光了吧 老頭還是先剪遺跡沒有先去著想 好那這邊 先條盾前置偷偷 唉呦 砸到 唉呦 再一發 唉呦 再一發 騎士怪解掉 OK村民被少量的賺到 很多村民都殘血了 沒關係老頭可以來補血 或著想 還著一隻 能著到 唉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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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招到啊 因為我們條盾 這個有抗招響能力 所以這個騎兵 到一半 直接砍死了老頭 並沒有招到任何一隻 所以 條盾打騎士 雖然沒跑速 但是有用這個 招響加成 讓他抗生理能力更好一點 算是一個補償 所以打這個條盾 最好的方法還是這個 一個擊兵 或長槍兵 去打是最好的 不然 用聖旅去招的話 很容易出現感恩狀況 抗著想直接失敗 哇 這邊城堡 被抓包 蓋不起來 到城堡 這應該沒救 這應該沒辦法 他只要卡這個位置 這邊都會被捨得到 頭車掛再繼續砸 直接被砸到頭部血 應該有點難蓋 直接卡這個位置就好 哇 頭車三台 頭車三台的話 應該是有點困難 唉唷 這邊直接砸 村民啊 這邊奴炮象出來 奴炮象出來有點尷尬 因為奴炮象 打對手 騎兵不好打 而且這邊還有僧侶 僧侶打這個奴炮象的話 也算是蠻好打 這邊必須奴炮象 我們剛剛前面有講到 這個射程 偏近 他這個射程只有五啊 連戰馬的射程都比他高啊 所以這個奴炮象 打起來真的是有點 西洋魚類的不足 偏難打 來看一下這個奴炮象怎麼發揮吧 好那奴炮 重點就是量還是要多 量不多的話還是不好用 所以這邊先囤波數量 先捨棄一下自己的建築物 這個要低喔 這個城堡不低 可能會出事喔 好奇兵過來直接硬砍 但是你會來招響嗎 招一下招一下 好招的時候就死了 好直接找 唉唷 沒砸到 好戰馬的過來 直接來硬結 後面奴炮象過來 串燒傷傷害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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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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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還是因為沒點二防的關係啊 不確定 我記得以前傷害量是非常低的喔 所以導致沒什麼想要出 而且射神過精 那他現在喔 基本十攻的話 感覺好像可以玩喔 打奇兵的話 比較無威懾力 哇 這邊還有點精銳奴砲像啊 哇 這邊精銳奴砲像出來 惠文夢喔 再點一下這個精冠 雙重奴砲 兩倍傷害 雙重享受一次滿足 化學一點喔 這個化學對盧砲像應該是會有效果的 我們來看一下會不會加一攻 那這邊調整是打算打重撞 打個騎士比較好的感覺 然後這邊巨頭開丟 好 那點下了板甲 升級這個靈甲來稱這個幾兵 那化學還有十幾秒 大量盧砲像直接瀕臨城下 好 點下了之後 欸有 加一攻欸 畢竟這個奴砲像還是算是攻城氣的喔 所以奴砲生蠔還是有加一攻的 欸 那這樣子奴砲像點下攻城氣 攻城師應該也會加一射城吧 沒意外的話 照他這個屬境來吃的話應該是這樣子 欸 那如果有加一射城 射城變6的話感覺挺香的喔 好 那這邊剩下打幾兵 但是沒有三法 算是小小可惜 但是沒有關係 打條盾 騎士就是要出這個幾兵喔 有這個幾兵 條盾的騎兵就沒辦法這麼好打 好 來看一下這個射城 奴砲像直接串燒傷害 好 沒穿到 沒穿到 好 城堡依舊沒掉 那這個奴砲像其實蠻抗箭矢傷害的喔 遠防有期 在這邊出奴兵跟奴砲像打有點不太明智 出這個騎兵算是正解 但是剛剛前面有提到 條盾沒跑速喔 所以要貼上去也不太容易 雖然大象本身的跑速本來就不快 但兩個都不快的騎兵單位有點難打 而且這邊有疾兵 疾兵一出來的話 基本上可以保護著這個 奴砲像的一個防守 好 這邊直接來砍修村 但是這邊效果並不好 好 大量的 巨型投資機還在打 而且現在有三台囉 三台很容易解掉 好 這邊剛剛騎兵是來拆巨頭了 順便殺這些村民 好 這邊直接解掉 我們再繼續解嗎 應該是沒問題 奴砲像的數量非常多 傷害是有點低喔 這個奴砲像打這個工程器 有點癢有點癢 好 騎兵直接家裡送光 直接搓爛 這裡好還一直騎兵砍了蠻多村的了 好 但是終究這個城堡還是掉了 沒關係 原地起堡 再戰第二回合 欸 那這邊條盾居然點下了重型奴砲 想要來竄燒奴兵跟大象 居然在奴砲文明前玩奴砲 而且在關公前耍大刀的感覺 好 在這邊 攻擊力二級點下了 然後輕騎兵也升級 好 條盾三攻也補正了 只升遊俠 那我不確定欸 他現在點下重型奴砲應該是沒想要升遊俠 不然這場這個重型奴砲升級 應該是要來給那個 遊俠用的喔 因為奴砲升級也是蠻吃這個資源的 好 這邊騎兵稍微過來燒了 好 高兵也點下了三級攻 兩邊都在專心打這個正面喔 正面都是掃量肉麻精卷裡面 小打小鬧 並沒有太大的一個問題 好 級兵直接過來開戳 雜光 OK 三巨頭 搞定一切 NICE 這個城堡是個BYE 好 這個大量奴砲 直接開串燒 哇 傷害蠻可觀的 嗚 這個數量一起來之後 打這個騎兵 直接蒸發 哇 巨難打 怎麼辦呢 沒遊俠 沒大量騎兵 就算有大量騎兵也會被戳爛 哇 這個奴砲像搭級兵的組合有點難打 因為這樣來說 奴砲像用大量的騎兵直接包起來 就可以搞定了 但是由於這邊 騎兵的量一直起不來 即使起來 還有這個級兵在後面幫忙戳 奴砲像有點太猛了 哇 直接前置BK 是不是要來開頂 好 那這邊 條頓經濟有點慘 等一下這個公會制度 要來買賣一波 想把這個木頭全賣掉 壞黃金的意思 那這裡經濟好像有點崩了耶 村民只有105村 然後已經被搖到TC了 農體也沒法好好地採肉了 基本經濟資源被弄爆 基本上就Sick By啦 好 那重型奴砲出來了 開始來串燒這邊的級兵 那來看一下這邊的奴砲 能不能拯救世界 我覺得是有點困難 正面沒辦法 扛住這些級兵的進攻就是個問題 好 因為你級兵 終究還是可以直接走進去 硬拆這個奴砲 所以要來看一下 他這邊要怎麼擋比較好 好 欸 這邊還點金罐耶 我的天 哇 奴砲 像直接金罐 Double奴砲啊 好 倦尼投資機直接開拆 大量奴砲在城堡底下 想防守 好 直接串燒 哇 Double奴砲戰項 哇 非常大量 這些左邊村民大量死去 應該是沒救 經濟直接崩潰 哇 很慘 哇 更多的村民放出來 更多的村民被串燒 哇 哇 好痛 哇 嗚嗚嗚嗚嗚嗚 好夢好夢 哇 這個 這個這個有點 有點有點掉啊 哇 沒想到高明的奴砲像 已經變成這樣子了 那感覺之後也可以來玩幾把欸 這個益吃的農田加上奴砲像 加疾病的組合 非常非常香 但是要承示也是相當不容易喔 空窗起門大一段時間 你們看那個城堡中棋還被拆 防守有點...有點虛啊 所以真的要出到成形真的是有點困難 但是成形真的也是蠻難解的 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話目前是條盾的領先 一點點木頭而已 但是重點不是木頭 重點是看這個食物好不好 這個一次元農田 這個食物加成非常非常大量 雖然即使條盾有這個免費農田 不是免費農田 免費加成的一個能力 但是並沒有辦法跟上這個 高敏的肉量採集速度 非常非常快 黃金也是稍微略勝一點 哇 這邊經冠點下去之後 傷害真的突飛猛進 沒想到在2022還能看到 爐炮像在天氣上突卻也是蠻感動的 因為我記得被封印蠻久的一段時間 好啦 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不